已经飞往美国应诉的周立波,要面对莫虎、燕军等人的诉讼,而周立波上次回国后曾痛批美国是民主,而这次重回美国这个伤心的,他表示已在用法律捍卫我的尊严,捍卫我家庭的尊严。 不过在百忙之中,周立波找出时间在微博上回应了黄毅清,在9月14日晚上,周立波发了一条简短的十字微博,指呼着飞击黄毅清的嘴,此前黄毅清积极参与进周立波事件,某某姓名燕军便是黄毅清所曝料出来的,但其立场则多次改变,一会对唐爽,一会惹下周立波, 在用开想的口吻说下,自己对周立波事件的看法,然而这次周立波终于忍不住发微博手撕黄毅清,对于黄毅清,他在微博上很活跃,什么事件有热度,他就参与进去发表意见,然而当评论,一旦对他不利时,他便先屏蔽,然后删帖,因此又被网友称为黄珊珊,也由网友劝告周立波, 说,莫惹小人,你越理黄毅清,他就越兴奋,越胡搅蛮缠,还有网友笑颜,你们两个都在上海时可以约一下面聊,对于周立波发微博手撕黄毅清,你有什么看法, 对于周立波发微博手撕黄毅清